作者,蔡四爷相信很多人都曾有和我一样的想法,把北山广深的方畅卖了,拿着数百万具款,再去三四线城市,甚至是农村买个房子,做一个室外之人,潇洒,悠然的度过余生。 然而,绝大数人对此只是想想,并不敢真正付诸于行动,但,我是个例外,因为我是个有魄力的人。 一大学毕业后,我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多年,并有幸拿到了北京的户口。 2005年,看到有朋友开始买房,于是我也会使身差,在北京西南三环买了一套商品房,当时房价是四千多一平米。 我买了一套116平米的三驱,房价高达四十多万,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,因为我的工资也不过四千元。 但我说过,我是个有魄力的人,拿着家里的资助和自己多年攒下的几万块钱,首付了15万,贷款25万,十年期。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买下来了,于是,五年后,我还清了房贷,十年后到2016年初,我以495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。 至于卖房的原因,一是当时工作上的不如意,二是家里面买的老人身体不好,需要照顾,三是老家亲戚朋友的各种劝说。 而第四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我判断,北京房价已到顶,随时可能崩盘,于是,我已经人的魄力把它卖了,同时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,手握五百万巨款,像打完胜仗的将军一样卡悬。 回到生五养我的老家,一个十八线农村,于是,花了三十多万,迅速把自家的破房推倒,重盖了一个三层小洋楼,给父母住,自己又花了四十多万,在市中心里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三具,加上装修,马车,以及就给亲戚朋友,父母兄弟姐妹的赞助费,手里还省个三百来万,分别存了定期,与额保。 还买了理财和保险,做收利息,就这样,我梦想中的赛神仙的日子终于到来了,二,把老人治好病,参加各种朋友聚会,各种胡吃海塞,还去视察了一下别的国家,就这样快乐的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,这半年真的很快乐,毫无压力,时间一晃,一年过去了,2016年底的时候,我卖出的房子已经涨到了八百七十万, 涨了千四百万,这开始让我有了些许的不爽,伴随着心态的改变,我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,多了几分厌倦。 背景的朋友身熟见消失了,身边的朋友虽然多了,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,我似乎融入不了这种渐渐打麻将,说话跟吵架一样。 一下雨就满小泥泥,一进村充满各种肥料气息的生活。 不对啊,这,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神仙生活,去镇上最大的超市买点东西,发现无论什么都比北京贵,一瓶而生的大可乐,一般都在八到九块钱。 而北京我记得也就五块多一瓶,贵的时候不过用,快钱。 然而虽然我无法容忍的是,贵也就算了,但买到的东西一不留神就是山寨货。 比如欧欧糖,挑柔洗化水,美地电风扇,还有问好牛奶,想去上班,才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适合我的企业,甚至这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行业。 三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找到一本互联网站边的工作,进了公司做了几天才知道,竟然让我做王冠,我一个高级价格工程师,那这两千块钱的工资也就算了,还要做王冠,还要修电脑,法克,我们这里是吃醉繁华的地方,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,甚至还不如,想约朋友去咖啡厅做做。 抱歉,没有,想去吃个海底捞,绿茶,瞎补瞎补,没有,就连想去吃一次垃圾食品肯德基和麦当劳,这个倒是有,只不过名字是二合一的麦肯基,你可以想象,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外地人,回到自己的家乡后,各种不适应的韭菜吗? 就这样混混沌断的,虽然身穿三百万巨款,虽然利息都足够我们一家人的疯狂花销,然而,我却觉得自己废了,我看不到未来,我的未来也许就是这样,拿着钱,等此,一个人的精神垮了,万事都变得不顺,老人的病情再一次加重。 只聊,抢救先后花了几十万,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,靠市之后,我再一次逼我的魄力,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杀毁北京。 四,北京这个,城市,将无数北条一族痛病快乐着,三分之一的工资交给了房东,紧张的工作压得人透不过气,从地铁上想跑着的人群,可以感受到这里生活节奏的夸速。 但是,说起在北京工作,相信大多数人的心里,还是带着几分自豪的,这里有着全国最高的工资,有着数不清的工作机会,有着最好的商业,医疗,教育资源,有着我的那一群狐朋狗友。 再次回到北京,回到了我之前住过的小区,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,一切虽然都是那么熟悉,但我的家,已经不属于我,我再也回不去了。 这时,与我当初相同户型的房价已经是900多万了,我要感谢317新政,感谢现购政策,要不是317,现在房价一定过千万,然而这900万,相对于我兜里的300万来说,仍然是遥不可及,由于之前在北京有过贷款记录,现在我在购房只能算是二套,首付要60%,对,是540%, 还差200万,还差200多万的缺口,我实在不想租房,而且有了之前的经历,我已认定,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在北京度过,于是,我七平八凑到了350万,付了首付,在同小区又买了一套新600万的销量制,70多平米。 三个月后,我终于搬进了新家,虽然比之前小了些,但是我觉得很踏实,也很满足,很幸运,我两年前离开的那家公司,听同事推荐,又一次收留了我,我的工作回来了,我的朋友,宣回来了,我的生活也回来了,我的撒补撒补,我的绿茶,我的麦当劳肯德基, 我终于又恢复了两年前的生活,现在,就连老板冲我发脾气臭骂我时的样子,我都觉得是那么的帅,如今,我的最大梦想就是,努力工作,争取在我退休之前,把房子换回同小区,116平米的三聚, Z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